发展生态农业维护环境永续 政府设定在2020年 要让台湾有机跟友善耕作面积 至少达到一万五千公顷 中央跟地方政府积极鼓励农业转型 但是部落要如何有效推展永续农业 并建立有机栽种产业 搭配食农教育又能产生什么效益呢 请锁定本周六晚上八点钟的 部落大小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